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随着安华在王宫宣誓成为我国第十任首相 支持他的议员也一路增加达到了国会三分之二的优势 显示他的政权是越来越稳 不过另一边乡 推特昨天就突然疯传一组照片 显示国阵的几名领袖出现在雪州立阳高尔夫球俱乐部 跟伊党的领袖会面 涉及的领袖包括前首相沙比里 前通讯部长安努亚穆沙 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以及前巫统部城驱部副主席顿废沙 这组照片一传出就让网民们不禁揣测 难道又有一场政治行动正在酝酿当中吗 这会不会是喜来登政变的2.0版本 其中一个事件主角沙比里 今天在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就喊怨 他说是有人在恶意诽谤 想要损毁他的名声 他还抱怨说 现在连见一见朋友都不行了 因为如果见伊党的朋友 就会说被叛徒 见西蒙的成员 就会被说成是旧党英雄 大家真的都疯了 而另一名被点名的国阵领袖魏佳祥 今天也在面子书上发文澄清 说自己约了朋友 在那一间俱乐部的中餐厅吃早餐 结果就巧遇了在隔壁餐馆的沙比里 而他自己只是过去跟沙比里打招呼而已 根本就没有参与什么会议 他呼吁大众停止抹黑的行为 并重申马化的立场 就是要遵守援手的御令 组建团结政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